那后面名称的话你可以用worksheets 或者你可以用sheets 那因为我觉得sheets比较简单 你少打几个字 那就记sheets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或者你用你打worksheets也可以 ok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个 并且放在最后面之后 接下来呢重新命名 命名的名称的话呢 因为你新增了一个工作室之后的话 那你名称 它这个工作表本来有三个 增加一个就变四个 所以它自动会去count着 也就是我今天是放在最后面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的位置会是最后面 所以你直接给它一个count着 .name它的名称 如果要rename的话 直接把你的关键字丢给前面的 .name的属性 它就帮你怎么样呢 把它改名称了 改完名称之后的话呢 一样放在这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它一样有个A1 那这样就放过去了 所以我刚刚呢 只有增加三行程式 就可以让什么呢 让这个本来 这个比较不灵活的一个程式 马上可以活起来 主要就是这几行 这几行 OK 那前面的话 OK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怎么把S放过来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地方呢 我要怎么样把S放到C口语法里面 跟它一起 其实主要我们本来是怎么样 本来这边是叫忠孝东 对不对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怎么样呢 把忠孝东 这个有一个规则啦 你可以把忠孝东选取起来 先给什么呢 双引号 两个 为什么 切开嘛 切开之后呢 那切开之后要怎么样 要把它做一个串切 所以串切 空白空白 移动到中间 再end end 对 再移到中间 空白空白 移到中间 加一个S就好了 其实 这个我想前面的解释蛮多 就是你自串切开来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 后面的双引号 跟前面的双引号 切开对不对 然后你要跟变数串接 一定要用什么 end才能串接 所以这里 以后你可以把它当规则 反正你要加任何的变数进去的话 就是怎么样 切开 然后呢 mark起来之后 把它怎么样 双引号双引号 空白空白 然后end end 再把变数放进去 这样就完成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做一些变化 其实只要 刚刚讲的这几个步骤 就可以完成 你会发现 哇这个 ecell 就可以随你怎么样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其实可以变化很多啦 这个空间还非常大 因为不外乎 其实ecell 为什么叫VBA 这个A的话 是指的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ecell 也就是说 VB主要的 就是在windows视窗 它是以windows视窗为主 那 VBA的话是ecell 就是把ecell当成是 你要控制的对象 所以你只要了解 它不外乎就是像sheets 像那个range 像sales 有没有 那你其实你要累积够多的sample 其实 其实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变化了 OK 那比如说像这个sample 可以再结合资料库 好 那这里我想 各位试试看 我把这一题大概再弄一下 那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个表单的部分 OK